本集主要讲 第一 贾桓是怎么污蔑宝玉的 第二 荣国府隐藏的得道高人是谁 第三 贾政打宝玉对不对 上一集末尾 中顺王府的长使官 从宝玉嘴里得到了消息 知道了蒋玉汉在子坛堡买了房子 他说 如果找不到还会回来问宝玉的 然后就急急忙忙走了 贾政气得要命 一面送长使官 一面让宝玉留在原地等着问话 等送走长使官往回走 他突然看到贾桓带着几个小司乱跑 贾政命令小司打贾桓 贾桓看到贾政吓了一跳 赶快低头站住 贾政问他跑什么 跟野马一样 跟着他的小司也不管 然后他就叫跟着贾桓上学的人来 贾桓见贾政生气了 就趁机说本来自己没跑 是因为他从水井边走过 看到那里淹死了一个丫头 泡的样子很可怕 所以才跑过来的 贾政听了很吃惊 疑惑地问贾桓 好端端的谁会去跳井啊 他还说贾府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事 从祖宗创业以来 从来都是宽柔对待下人 可能是最近几年自己没管家务 让管事的人打理 所以才导致发生这样残害侵蚀生命的灾祸 如果外人知道 贾家祖宗的脸面在哪里呢 说到这儿 贾政就命令赶快让贾脸赖大来开会 上面的这段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他再次透露了贾府是长期宽带下人的 从贾元贾眼创业开始 贾府从来都没有下人自杀的事情 这么算前后大约有100年的时间 这可真不算短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 对万恶旧社会的理解 都是来源于课本 觉得那是个人吃人的社会 无比的阴暗 奴隶们如果不推翻这些奴隶主 那就根本没法生活 但是无论是我们看中国的《红楼梦》 还是看美国的《飘》 你就会发现 这并不是全部真相 奴隶制当然不好 因为人不平等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主仆之间并不是敌对关系 而是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和谐 这其实很好理解 所有理智的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一旦不和谐 双方都会有损失 跟美国南北战争 英国圈地运动一样 奴隶制之所以被形容成 残酷而且血腥的 只是因为工业革命需要 大量的自由劳动力 资本家在利益上 跟奴隶主产生了冲突 这跟我们之前讲的 很多历史被后人改写 是一样的 第二 家族的管理权 是在男人手上的 前面老杨曾经多次讲过 虽然在书中 我们看到的是 女人们在管家 但事实上 真正的权力 还是在男人手里的 只是因为这些男人 有的不想管 有的没能力 对于贾政来说 是不想管 而对于贾脸来说 是没王熙凤有能力 再加上本书 本来就是一本 女性的赞歌 所以更加显得 男人没用 但是从现在 遇到事情来看 贾政首先是反思自己 放权出了问题 接着呢 就是找贾脸和管家们 并没有去找 王夫人 王熙凤 小丝们答应了贾政 正要去叫 贾还错的贾政旁边 拉住贾政的衣巾 跪下 让贾政不要生气 说有件事 除了太太房里的人 外人都不知道 然后就说 他听到赵姨娘说 说到这里呢 贾还回头往周围看看 贾政立刻明白了意思 就看了一眼小丝们 小丝们也很知道规矩 全部退到后面去 贾还这才偷偷地跟贾政说 赵姨娘说 宝玉前些天 在王夫人房间里 拉着金串 强奸不随 被打了一顿 金串这才赌气跳了紧 你看到没 书看到这里 最坏的两个人就是赵姨娘和贾还 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一点优点 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 当时王夫人房间里只有三个人 那就是王夫人 宝玉 金串 理论上 只要这三个人不说 外人没人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三个人中 王夫人最多只会告诉王熙凤 对其他人 包括宝钗在内 都是守口如瓶的 前面也说了 金串回家 是没人理的 也就是想说的没人听 而我们大多数时间 都是跟着宝玉的视角 知道她没跟任何人 说起过这件事 所以赵姨娘 根本不可能知道详细情况 那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一方面是 她有意误欠宝玉 而另一方面就体现出了 中国世俗批判的一贯思路 那就是 往男女关系上找理由 这种理由 最容易被传播 最容易被相信 还最容易让人 津津乐道 我们前面讲 秦文思善 讲风火戏诸侯的时候 老杨就说过 中国从古至今 想搞臭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给他贴上 作风有问题的标签 因为儒家的道德观念 根深蒂固 只要这个人 作风有问题 那么无论他多么有能力 多么有贡献 他都是个坏人 现在赵姨娘和贾桓呢 用的就是这一招 而贾政作为儒家的信徒 最吃的就是这一套 所以贾桓的话还没说完 贾政就气得脸都黄了 他大喊 快拿宝玉来 还一边说 一边往里面的书房走 吩咐下人 如果今天有人劝自己 他就把官位和家族产业 全交给这个人和宝玉 自己免不了做个罪人 剃头出家去 从而规避辱莫祖先 生下不孝儿子的罪过 看到上面这句话 你知道贾政说的 如果有人劝 他心目中这个人是谁吗 请用弹幕给出你心目中的人 整天跟着贾政的门客们 看到贾政这个情况 就知道是为了宝玉 他们都害怕 不敢说话 赶快走出去 而贾政在书房的椅子上 喘着气 直挺挺地坐着 满脸泪痕 连续说捉拿宝玉 拿棍子 拿绳子把宝玉捆上 关上周围的门 如果有人传递消息到里面 就立刻打死 小四们只得答应了 有几个人就去找宝玉了 宝玉这个时候 还在大厅上等着呢 因为贾政吩咐他不许动 他早就知道今天凶多吉少 只是没想到贾桓又诬陷了他 这个时候他正在大厅里转 就想着抓个人去后院报信 可是偏偏呢找不到人 就连陪名都不在 正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一个老母母 也就是一个老奶娘老保母的意思 宝玉好像是得到了珍宝 赶快拉住他 让他去里面说老爷要打自己 还连说了几个快去和要紧 一方面宝玉着急 一方面老婆子耳背 对方完全没听懂宝玉在说什么 还把要紧听成了跳紧 老婆子笑着说 跳紧就让他跳去 宝玉怕什么呢 宝玉见对方是个聋子 就急忙让对方去找自己的小厮 可那婆子却说 有什么不了的事 王夫人又赏了衣服 又赏了银子 怎么会不了呢 很多人看到上面这段 只当做调剂情绪的笑话 其实这段的含义很深刻 这个老婆子 颇有一点隐藏起来 得道高人的意思 类似的人 书中一开始还有一个 你还记得是谁吗 那就是贾雨村在智通寺 碰到的龙中老僧 他也是继龙且婚 为什么老杨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个人 虽然看上去无法交流 但他们都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智通寺的重点是门口的对联 身后有余望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是警示未来贾雨村的 而这个老婆子呢 则在强调金串的事 了了 这是在告诫贾宝玉的 这件事真的了了吗 前面我们分析 金串悲剧的主要责任人时说 当中包括了金串 王夫人 宝玉 金串的家人 金串为此呢 付出了性命 金串的家人留下了长期的痛苦 王夫人呢 很自责 给了银子和衣服 那贾宝玉对这件事 付出了什么呢 宝玉还没付出呢 所以事情还没了呢 这个老嬷嬷的出现 就是在当头棒喝宝玉 他给金串还债的时间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宝玉当然找不到人帮助 他躲不过这一场债 宝玉急得跺脚 贾政派来捉他的人就到了 逼着他到了贾政的书房 贾政看到宝玉 眼睛都红了 也不问他跟妻子交往 互赠礼物 在家不读书 侮辱母亲丫头等事情 直接命令 堵上嘴巴 使劲打死 小丝们不敢不听 只能把宝玉按在板凳上 拿起板子来 打了十来下 贾政还嫌小丝们打得太轻 一脚踢开小丝 自己抢个板子 咬牙又打了三四十下 这里用了个字 盖来形容贾政下手之狠 门客们看到这样下去 打得不详了 也就是要出人命了 就赶快上来抢夺板子 贾政不听 说让大家问问 宝玉干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饶恕的 平时就是这些人 把宝玉惯坏了 到现在还来劝 难道要等未来 宝玉造反杀害父亲 他们才不劝了吗 贾政这里的行为 充分体现出 他已经气急了 完全不讲道理 表面上他是说门客 其实说的是 贾府里面 所有浇灌宝玉的人 尤其是贾母和王夫人 对于宝玉的教育 贾政一直是有意见的 但是因为贾母的纵容 王夫人的溺爱 他的意见无效 所以这时候 多年积攒的情绪 集中爆发了 门客们听了贾政的话 知道对方已经气急了 赶快又退出来 找人进去报信 王夫人听到 不敢报告贾母 只是自己赶快穿了衣服 也不顾书房里 有一大堆外面的男人 就赶过来了 这让门客和小司们 都没来得及躲开 这个细节写得非常好 很多叙述的作者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礼节 王夫人一进书房 贾政更加气愤 打宝玉打得更快 更用力 两个按住宝玉的人 看到王夫人 就赶快松手走开了 但是宝玉呢 早就动弹不了了 贾政还想打 王夫人直接抱住了板子 贾政说 算了 今天一定要气死自己 王夫人哭着说 宝玉虽然该打 但是贾政也要保重身体 更何况 现在天很热 贾母的身体不太好 打死宝玉是小事 如果贾母不舒服了 那事情就大了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王夫人劝贾政 还是很有策略的 她完全没有争论 打宝玉的合理性 直接说宝玉该打 然后先说 贾政的身体重要 接着过渡到贾政的软肋 贾母高不高兴上面 可是贾政呢 是用冷笑应对王夫人的 她说别这么说 自己养了宝玉这个孽障 也就是不孝子弟 已经是对家族的不孝了 现在教训一下 又有一堆人保护 不如干脆趁现在勒死宝玉 免得造成未来的祸患 说着呢 就要找绳子动手 王夫人哭着抱住贾政说 虽然贾政应该管教宝玉 但是也要看看夫妻的情分 现在自己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 只有宝玉这一个孩子 如果一定要惩罚宝玉 自己也不敢使劲劝说 但是如果今天升级到 要勒死宝玉 那就是贾政 故意要断绝自己的后路 这样既然要勒死他 那就赶快先拿绳子勒死自己 自己跟宝玉也不敢抱怨贾政 只是在地府里呢 也有个依靠 你看到了吧 在封建社会里 王熙凤那样敢在贾脸面前逞强 是非常少见的 更多的人是像王夫人这样 不但不敢说贾政的错 还要伸着脖子 让丈夫勒死 这就是三纲五常中的 负为子纲 负为七纲 王夫人说完 就趴在宝玉身上大哭 贾政听了呢 也不觉得长叹一声 坐在椅子上大哭 王夫人抱着宝玉 发现他脸色惨白 呼吸微弱 下身穿的内裤上全是血迹 他忍不住解开了腰带 看到宝玉的屁股大腿 全都是青紫色 有不少破损的地方 经不住大哭 叫出苦命的儿 然后他就想到了假猪 叫着假猪的名字说 如果他活着 那死一百个宝玉 自己也就不管了 这个时候 李丸 凤姐和迎春探春姊妹的 也来到了书房 听到王夫人叫假猪 李丸也开始放声痛哭 贾政听了呢 就更忍不住 眼泪滚滚而下 看到上面这一段 老杨想问你 你觉得贾政打宝玉 甚至想勒死宝玉 对吗 觉得对的 请在弹幕里打对 觉得不对的 请打不对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 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 我们从支持贾政的角度来考虑 他想的是 宝玉从小就不好好读书 对跟家族新王相关的科举 没兴趣 整天不务正业 现在居然跟王爷争夺戏子 逼死贾府的丫头 这都是贾府 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 这样的儿子留着 很可能在未来 闯出更大的祸事 并因此断送 家族上百年的基业 不狠狠的教训 甚至干脆忍痛杀了 那就是对家族的不负责任 接着我们再从反对的角度来考虑 宝玉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跟蒋玉翰的交往 是在冯子英的犯罪上 并不是他主动找的 冯子英 北京王 都可以结交蒋玉翰 为什么宝玉就不可以呢 至于交换腰带 本来宝玉给的是御膳罪 只是因为对方给了自己腰带 自己才不得不还一条给他 这有很大的罪吗 而金串的事情 宝玉开始只是想求王夫人 把一个丫头给自己 是金串说错了话 才导致了悲剧 这又有多大的错呢 如果这个错很大 那后面想要鸳鸯的假设 是不是也该打一顿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 父子矛盾升级 除了长期的三观不一致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在固有的承见基础上 贾正觉得自己从长使官 和贾桓那里了解到的信息 就已经足够多了 他相信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 所以宝玉呢 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老杨提醒你 像贾正这样 根本不了解情况就做出判断 而且使用极端手段 是非常危险而错误的 那宝玉到底该不该打呢 老杨觉得 在当时的情况下 该打 但是肯定罪不至死 这倒不是我支持贾正的想法 而是宝玉需要知道 自己要对做下的事情负责 我们前面说过 宝玉的世界里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 没有委屈求全 这就导致他很任性 没有任何责任感 如果说蒋玉汉的事情 背后有政治因素 不好评估 那么在金串的事情上 宝玉的错误就非常明显 他最大的问题 既不是所谓的调戏金串 也不是惹怒了王夫人 而是在事发后 拍拍屁股就跑了 更恶劣的是 在后面这几天 他一点都没想过如何补救 从喜好的角度来说 宝玉不喜欢面对问题 不愿意主动去找王夫人求情 找贾母求救 找王熙凤想办法 也正因为如此 他就间接造成了悲剧 虽然我之前说过 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 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但是人呢 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中 成长起来的 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这次挨打 就是这种教训 在下一集 贾母怎么教训儿子中 我们将看到剧情大反转 那就是从贾正教育儿子 变成了贾母教育儿子 拉着你的小伙伴 一起来读《红楼梦》吧